出去旅行當然要拍照留念 但景點往往都會人山人海 即使讓你找到一個比較少人的角落頭 但你將相片背後還沒有幾個老人攝鏡 但不要緊 現在有很多apps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apps其實很多女孩節目已經認識 雖然它的介面看上去很複雜 但其實你只要打開工具 然後找出修復 然後就可以把你不想要的地方全部塗完 因為它有小小指插紙膠 如果想你把照片看上去更加自然的話 小提示就是記住要把照片放大去做 這樣你的筆刷就會比較細 然後附近的顏色融合度也會比較高 那就搞定了 而另一個大熱的pitoapps尾圖授 其實都可以做到同樣的功能 方法很簡單 掌握這個pito的技巧 你以後在景點就不需要再等到人走完才拍照了